本文由头条机器人RMindo撰写 北京时间2018年10月21日21时零分 一脚第九轮 波罗尼亚迎战独龄 最终 波罗尼亚2比2战停独龄 阿图罗 丧惨的进球 巴斯里 巴尔克也为反对进攻 本场比赛 波罗尼亚摆出了3-4-1-2的阵型 后卫线上埃图罗 达尼罗和赫兰的作证 封线方面 方坦德和帕拉西奥 肩负崔城巴塞的重任 另一边 都尼摆出了3-5-2的阵型 后卫线上一座 恩库卢和吉吉作证 德西尔维斯特里 出现在右路引人关注 被罗格尔达当左路 迫去威胁 才怕起上 全场比赛开始 又被断了 波罗尼亚球员迅速推进 可惜未能进球 第13分钟 通过独林拳队的配合 把尔克完美的攻门 率先取得进球 0-1 波罗尼亚球员在中场不停的倒球 第27分钟 被罗地鲁莽的犯规 获得了一张黄牌 第39分钟 阿图罗被黄牌警告 波罗尼亚获得了一个脚球 不过未能把握机会 上半场很快结束了 中场休息过后 新的战斗打响 第46分钟 Marshe Swannberg替补登场 换下达尼洛 第54分钟 兜林默契配合 巴斯利扩大比分 0-2 第59分钟 兜林防线失守 丧坦的轻松打进一粒缩小比分的进球 1-2 第61分钟 巴斯利恶意犯规被黄牌警告 几分钟后 主裁队平平大规的姆巴耶出示狂牌 此后 贝洛蒂被换下 扎扎击鼓登场 第73分钟 巴斯利下场 顶替他上场的圣炉基奇 第77分钟 波罗尼亚默契配合 阿图罗惊妙的入球 双方再度站在同一起跑线 2-2 第80分钟 波罗尼亚试图重新调整下节奏 把尔奇内力替换帕拉西奥上场 第81分钟 兜林做出人员调整 维托里奥替换登场 很快 裁判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声 本场比赛 波罗尼亚全场贡献六角射门 另一边 都林全场11角射门 其中六角射门命中门框贩门 任意球方面 波罗尼亚有23个任意球 而都林则有11个 犯规方面 对阵双方惊人的32次犯规 使得比赛火药味十足 本场比赛 斯科鲁普斯基完成5次扑球 是球队的最大功臣之一 最终 全场战法 波罗尼亚2比2炸平独灵 收获一分 波罗尼亚本场首发阵容 3-4-1-2 28次克鲁普斯基 33阿图罗 23达尼罗 18赫兰的15亩巴耶 8 勒吉 16波利 35吉克斯基 2索利尼九桑 坦格 24帕拉西奥独灵本场首发阵容 3-5-2 39西里古武一座 33恩库 罗 37级 29的西人维斯特尼 8 巴斯利 88林孔 23梅特 21贝伦格 24巴尔克 9贝洛蒂 2-7-2-6-5-1-2-4-7-2-5-3?",9-1-2-6-5-3-4-3-2-3-4-35-3-6-3,10-3-6-7-5-4-3-2-3-5-3-4-4-5-5-2-4-4-8-4-5-4-6-4-5-2-6-5-5-4-5-2-6-4-5-6-5-4-6-5-2-6-5-4-6-5-6-5-6--6-5-6-4-3-6-5-7-6-5-5-6-5-6-9-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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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5-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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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6-5-6-5-7-7-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